我生年有真正 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徹底解說一下這個變速器它的操作要領 特別是禁忌啦 還有它為什麼是如此 它的那個原因 因為一直以來我們在網路上 在一般能夠接收到的資訊上 似乎沒有人把這個講得透徹 那我們講清楚之後你就能夠了解 然後你就知道怎麼保護你的車子 然後能夠很順暢去使用 不會對它造成損傷 這種不用十倍 到底懂了 你什麼都懂 到底懂了 就是做任何事情 了解任何事情的先決條件 這個變速器我們先講後面 這個叫後波變速器 簡稱後波器 它下面有一個導輪 這後波器它是沒有彈簧 它是可以左右擺動的 然後我們到後面來看 它實際在操作上是這樣子的 它是經由把手 我們車把上面的那個直播器 來控制這個後波器 它其實就是一個導鏈器 它的左右擺動 那你左右擺動的時候 這個鏈條它會跟著左右擺動 那左右擺動的情況之下 然後它鏈條才會跑到別的齒輪上面 在裡面造成這個變速的結果 但是這有個先決條件 大家很容易忽略掉 它必須有一個大前提 說你這個車子必須在行性之中 行性之中這個齒輪 它才會 一般我們叫飛輪 它才會 跟著跑 它在跑的同時 它這個齒 它掛住了 它這個齒 它上面有很多齒 它才會 進到這個鏈條的洞裡面 掛住它 然後把它 它往旁邊帶 你知道變成這一齒就是往這邊跑 變成這一齒就是往旁邊炒 等於說它是 後撥器在 擺動的同時 這個鏈條它必須是往前帶的 它才能夠藉由它的齒來 插進那個洞 把鏈條往前帶 所以這個就是它為什麼 它一定要行性中變速的原因 你不在行性中變速的話 你特別是你如果說是 又超過了 那個 我們必須要一段段的變 但是你又超過 你不在行性中變 是 你要變完之後再起的話 會造成很大的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 損壞機件 磨損鏈條 而且直接落鏈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個如果是直接往 比如說往這邊撥好了 往旁邊撥也是一樣 尤其是你超過一齒 一段之後 你鏈條太斜了 太斜的情況之下 你前面的腳踏板在踏的時候 這個鏈條 是帶不動後輪的 它整個鏈條 就像我這支筆一樣 它如果是這樣斜過來斜的 那你這樣子帶 沒辦法帶動這個齒輪的 那在前面之下 它不但磨損齒輪 磨損這個鏈條 直接就是弱鏈 這個東西一定要特別注意 那在前輪的這個變數呢 也是一樣的 前輪一般是三個齒盤 三數嘛 那這邊後面就比較多 七數以上 八數甚至更多 那原理都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現在來操作一下 大家注意看 實際操作 動態的操作 大家比較容易理解 我們現在實際來操作變數 大家注意第一個注意的重點是這個 後部器它會左右擺動 然後第二個是說 這個鏈條它會因為後部器擺動 它會往旁邊跑 但是這 還有個大前提才能造成它 順利的變數 就是說你這個齒輪是必須轉動的 那它會勾掛住這個鏈條 來達成它變數的效果 而且變數必須要一級級的變 你直接如果是 就是不管就算在行進中 你直接變了 那個 那個變得超過 就是中間間隔 一段以上 的話 你不是足跡變的話 它會太邪 太邪就是剛剛說過了 你直接會弱鏈 損傷此人 也是其另外一個負面效果 還有就是損傷鏈條 我們現在來實際看 大家注意看這個重點 注意看 我在變數過程中 這個後撥氣它的會擺動 鏈條會跟著擺 然後這個 尤其這個齒輪 是怎麼帶動這個鏈條 掛住它 然後 另外 旁邊的另外齒齒輪 是怎麼掛住這個鏈條 往前帶動的 這樣子 來形成它的變數原理 這個變數呢 我們現在開始 你必須移移移的變 然後你在變數的速度一定要 就是說 最好是在時速15公里的情況 的速度下再變 你太慢的話 你這個鏈條的那個範圍跟那個 跟這個行徑速度 這個齒輪的那個轉速 沒有辦法 配合的話 那你會造成機鍵的那個操作 不順暢 就是沒有辦法生理變數 你看 注意看 我們預計已經往下變了 這個是正確的使用方法 注意看 剛剛講的那幾個重點 變速器 後撥器 鏈條 還有齒輪 那怎麼在動態之中造成變速 造成變速的 要一起騎就變 好那我們現在來講另外一個重點 變速器 變速車特別要注意的是說 當我們不騎的時候 回家之後 不騎的時候 我們要把這個 鏈條最好打到最小尺 那前面呢 這有三 一般都是三個尺盤 你也是打到 打到那個 最小尺去 那你這樣最小尺 配對最小尺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鏈條 它是最鬆的狀態之下 因為齒輪越小的話 是不是它那個 圓周小嘛 鏈條它就可以放鬆 放鬆的情況之下 這個後撥器 它裡面有彈簧的 剛才說過它會擺動 它會擺動 它會擺動是因為它要 那個鏈條 如果說是鬆的時候 什麼叫鬆 就是你當小尺配小尺 或是大尺配小尺 總之你有調到小尺 它鏈條就要鬆一點 鬆一點的時候 透過擺動 它可以把多餘的鏈條給收緊 收緊的話 這個鏈條它不會鬆 就不會落鏈 那同樣 你如果是掛到大尺的時候 是不是它這個鏈條 就要放多出來 就是放長一點 然後才能夠讓它運作 所以它這個能夠有個彈性 它可以說 隨著這個你變速的齒輪的大小 隨你變速時齒輪的大小 來做這個鏈條的收縮 它永遠這個鏈條 它不會說多出來 它不會下垂 那所以說講回來了 你今天如果說是不騎的時候 你最好是後面打最小尺 前面也打最小尺 你這樣可以 照尺的這個厚薄器 它可以比較耐用 它裡面有那個彈簧 那有彈簧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不容易 久了不容易鬆掉 它鬆命會比較長一點 那我一般在騎 一般的傳統上來講 就是說 還有一個一般會叮嚀說 那個 你在前面的大尺 如果是用最大尺盤 在騎的時候 你不要 盡量不要掛 就是後面的這個飛輪 不要掛到最大尺上面 為什麼 因為這樣的話 兩邊都大尺 前後都大尺 那這個 這是鏈條 造成鏈條最緊繃的狀況之下 那這個一般容易 那個卡鏈 鏈條能夠卡到 卡到 那 那同樣的 你如果前面是最小 下面是後面最小尺 前面用最小尺 打到最小尺之後 在行進中 它因為這個 容易弱鍊 尤其是你後撥氣萬一久了 它裡面彈簧 那個鬆了 它就有點失去功能 容易弱鍊 但是我們不騎的時候 就是最好是把 後面打到最小飛輪 前面打到最小尺 那它能夠讓後撥氣能夠耐用一點 維持它的那個壽命 這是後撥氣 但是我們這一輛車呢 它是屬於中置電機 那中電機的 一般市面上 絕大部分幾乎都是用中尺盤 它不用最大尺 它不用最小尺 是便於其秤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所以說就沒有剛剛講的那種禁忌 如果你騎的是中置電機的那個 那個那個一拜的話 就沒有這個禁忌 那我們現在 這個問題呢 就是可以徹底了解了 就講到這裡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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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